小雨 放在里边 放在里边 对 还挺合适的呢 阿姨 伸往后面挂 让她挂上 小雨真乖啊 就刺激 想没有 就真的晾了 晾了 显摟了 显摟了 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舒服舒服 这东西真是不错 那轮子得上下动 还会发热呢 是 这是红外线发热装置 能够促进人的血液迅滑 如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按上十五分钟 睡眠能特别好 而且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也好 明秋啊 你看看 还是你那心思 我高兴啊 可舒服了 这小子挺有劲的 谢谢你 明秋 谢谢什么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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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好了 喂 莫莉 妈 我再也不去妈妈家了 再也不去妈妈 怎么了 你跟妈妈吵架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儿吗 喂 喂 喂 莫莉 喂 喂 爸 妈 我得先回去了 开完会再走 坐这儿 今儿不是没事吗 沫里有点不舒服 我得回去看看 哪儿不舒服啊 严重吗 没 没什么大事 就有点小毛病 不行 小毛病也不能耽误 赶紧回去吧 有事打电话 要走了吗 走了啊 爸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呢 你说这么大的事 让她参加个会议怎么了 她是不是这家人啊 不就是开会嘛 来 我给你开 说吧 俩人开啊 再会 莫莉 哪儿了 莫莉 门莉 看见莫莉了吗 莫莉 她是不是生气躲起来了 就这么批大点地方 她能躲哪儿去啊 你先别着急 咱们再找找吧 叔叔 莫莉的书包不见了 书包不见了 她是不是一个人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怎么都没看见啊 是没看见 咱不都弄你那按摩仪呢吗 快快快 打个电话 完了 关机了 我去江天门门看一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我自己去吧 你快去快回 找到她 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啊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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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别跟棒棒闹了啊 宝贝 莫莉 电话 喂 展鹏啊 找找买 大篮子 那个 那个 莫莉好像没回来 莫莉 带我去这儿找找 好吧 我去找找找 小语啊 听奶奶话啊 妈妈出去找莫莉了 莫莉 莫莉 展鹏 你确定莫莉不在家吗 敲了半天呢就没人应 这孩子你说能跑哪儿去啊 要不咱们在附近先找找吧 还要开车去找吧 展鹏 展鹏 张天兰 你怎么来了 你管呢 你又对莫莉怎么了 让她不高兴了 你看见莫莉了 你什么意思啊 她不在你们家吗 是 是刚才在呢 她 后来一转眼不知道 就去哪儿了就 你说什么 莫莉又不见了 莫莉妈妈 你先别着急别激动 咱们先找找 不是你孩子丢了你不激动 人家也是好 起开 这 你快上去看看 莫莉到底在不在家吧 我就不上去了 我在这儿等你 行 我先上去啊 回来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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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忘记了那儿去啊 你忘记了怎么了 我哪知道啊 正准备吃饭 一分钟都没有 一回头人没了 又是为了这个女的 你又是为了这个女的是谁 别胡说八道啊 这人跟杜明秋没关系 没关系 我说那女儿 求我爸在吃顿饭 什么事也没有 你非得来着去干吗呀 跟那女的献殷勤 献殷勤 你看好了呀 人哪 你好什么呀 你好 你好 你都把女儿好过来吗 你要真能好过来 咱俩一块好 好啊 那女儿找不着我好你 我瞅你 你等等 我干吗 你发什么疯了 你站住 你干吗去 不用你管 我找我女儿 你找我女儿你上车找啊 你看什么呀 开门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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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了 怎么救你一个人啊 茉莉呢 找到没有 那个 茉莉她妈来了 她们两个人又找去了 阿姨 那个 我先带小语回去了 对对对 好 先回去休息吧 小语啊 走 咱们回家了 跟奶奶说再见 奶奶再见 再见啊 小语 有时间再来啊 喂 你要干吗去啊 我上个厕所实在是憋不住你 都什么时候了你上厕所 喂 茉莉 茉莉去你那儿找过你吗 茉莉 茉莉不见了吗 你别废话了 不然我问你干吗 为什么不见了 你别问了 她去过你那儿吗 没有 那个茉莉 喂 活该你长不见 话都不让说完就挂电话 你为什么讨厌那个杜阿姨啊 我不想要后妈 你爸说了她是后妈吗 还用说吗 我爸对她那么好 我爸对她那么好 还有奶奶 都特别喜欢杜阿姨 但以前从来都没对我妈那么好过 他们就不能也对我妈好一点呀 你爸对你妈不好啊 他们一见面就吵架 我总是看见我妈妈偷偷地哭 可我爸每次看见杜阿姨都在笑 其实我妈要是也有她那么漂亮的衣服 也太漂亮 那还不简单 明天呀 我带茉莉去给你妈买几件好看的衣服 让你妈穿得漂漂亮亮的 在你爸面前那么一战 说不定你爸你妈就很好了呢 真的吗 你是说我爸和我妈还能在一起 茉莉 你告诉小爸 如果小爸 能让你爸离开那个杜阿姨 和你妈复婚 你会不会很开心 好 交给小爸 拉钩 好 搭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茉莉 来 尝尝小爸亲手做的披萨香不香 吃点吧 好 要不要给你妈打个电话呀 我不敢 我爸他会说我不懂事 他以前说过 爸爸妈妈离婚了 爸爸可以再给我找一个新妈妈 今天我从奶奶家跑出来 今天我从奶奶家跑出来 为什么没去找我妈妈 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能听我说这些 是不是怕你妈担心啊 想不想回家 我怕我妈妈会生气 放心 有小爸呢 你干吗呢 赶紧进去啊 快点儿 我知道茉莉在哪儿了 你跑哪儿去了 你要吓死我啊 说话呀 我们能找地方都找了就差报警了 你去哪儿了 干吗大呼小叫的 不会对孩子好好说话呀 哪儿都想到了就把你给落下了 说 是不是你这臭小子把我女儿拐跑了 你管我呢 你有共管你女儿吗 你就知道跟那个姓杜的谈情说爱吧 你 我怎么了 我出去 我不出去 出去 我不出去 必须出去 现在我出去 凭什么呀 我不 你出去 我不出去 你 我跟你说你现在 我不要让我走 你 你先去你妈那儿 我不 你跟奶奶她只是喜欢杜阿姨 我不要她走 我再也不想见她你 你走呀 刘展鹏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那不是她讲的那个样 你什么都别说了 走 我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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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行 你也得走 我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了 是你自己出去呢 还是我请你走了 你臭小子你还威胁我了 你敢逗我 我逗你怎么了 你再逗一下 认识 我就逗了 你再逗一下 我逗你怎么了 你再逗一下 你再逗一阵去哪儿了 你再逗一下 你再逗一阵去哪儿啊 你… 我不要再逗一阵去哪儿了 你 ζ 阿彪 阿彪你走了 你走了呀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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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要你了 你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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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呀 你走呀 韩翔东你想干吗 你觉得我想干吗 你明知道茉莉离家出走 我给你打电话 你干吗骗我 你觉得我在外面满世界地找女儿很好玩是吗 我就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要是不让你们着急 你们是为了把茉莉放在心上 就你们当然有平时吧 小孩子就没有了 我跟你说我的事 你最好别管 我自己会解决 你能解决得了吗 你要是能解决 就不会有今天了 你去哪儿了 你赶紧回家吧 奶奶在家里盼着你啊 茉莉 回来了 茉莉呢 找着没有啊 茉莉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怎么不回家呀 茉莉呀 茉莉呀 别嚎了 找着了 找着你不早说 人哪 怎么没带回来啊 跟她妈回家了 跟她 行行行 回去回吧 跟她妈回家 你说茉莉找不着 我这心里着急 我吓得要命 我贴两个红纸 我辟邪 董蒋 你跟茉莉说 以后别给我玩这 失踪的把戏 我这把老骨头 我实在受不了 你说我这心脏 我行吗 她也得给我 跟她说的机会呀 你什么意思啊 大篮子 你说 要有一天 茉莉真不认我 我该怎么办呢 不可能 她身上流着你的血 别动想西想的 我累了 我先休息去了 不对 刘战鹏 江天兰一定给敏秋气瘦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我谁呀 你想啊 茉莉走丢了这么大事 江天兰不闹出点花来 能是她吗 要说敏秋吧 也该冤枉的 你说本来来咱们家好好的 高高兴兴吃个饭 结果饭没吃成 还受了一肚子气 招谁惹谁了 没事 我觉得 杜敏秋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不小心眼那就不是女人了 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 好好解释解释啊 我可不想找回孙女 要丢老师媳妇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打呀 现在就打呀 何如打去 怕我听见 对 就怕你听见 喂 喂 天兰 茉莉怎么样了 妈 你还没睡啊 睡不着 你走的时候又没说清楚 茉莉到底怎么样了 没事 在刘转鹏家离家出走了 什么 人呢 找着没有啊 没事 别着急啊 找着了 你看你出那么大事 你都不说一声 你说一声 我们大家帮你一块找啊 我跟你怎么说啊 要爸问起来怎么解释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顾起这个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没事 小事啊 你不用担心了 早点睡吧 你也早点睡吧 折腾了一天了 累坏了 好 早点睡啊 喂 展鹏 喂 睡了吗 没有呢 茉莉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为什么 今天的事 对不起啊 没事 也是我不好 太疏忽了 咱们谁都别说什么了 只要孩子找到就好 行 那个 那就我 你先说 算了吧 还是明天上班再说吧 早点休息 也行 那 那明天见 再见 都是上个辈子欠的债啊 都是上个辈子欠的债啊 我还叫秦宏老师了 早就吃上个辈子欠的 我还叫秦宏老师了 早就吃上个辈子欠的 我还叫秦宏老师了 早就吃上个辈子欠的 那一大早就找不痛快啊 我就跟我闺女说两句话 宝贝 还追小嘴嘴呢 不生气了啊 不生气那个 你都生了一晚上 去八个小时了 十个假扎吧 好好好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再生气就不漂亮了 这样 莫莉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 接你放学 整个这一天 爸爸都听你的好吗 来 我们走 莫莉 去那个地方等妈妈 等妈妈骂她几句 骂她 莫莉 别走太远啊 用不着你管 刘展鹏 接你的婚去吧 从此以后 莫莉跟你没什么关系 周末你也不用想着她 你可以抱着你的新花 领着你的新儿子 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们莫莉 不信 姜天兰 告诉我 你别跟我玩横着 太暴力了你 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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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好 没事 昨天晚上我睡觉抽筋了 看你这样子 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你能睡好才怪 淳风 你跟我说实话 莫莉 你跟我说实话 莫莉是不是反对咱们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 我觉得是小孩儿的正常心态 总觉得可能是自己的爸爸会被人抢走 这我可以慢慢跟她沟通 昨天主要是赖我 我要提前跟她说一声 说你跟小语要来 就没事了 她没心理准备 那你为什么没告诉她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的关系 不太好往外面说 没有 绝对没有 咱们俩光明正大的 有什么不能说的 都怪我 我就不该训她 你训她学校是 不至于变成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茉莉一直不接受 我跟小语怎么办 不会的 茉莉嘛 女孩 可能心思细点 接受这种事情需要一段时间 但我是心态大了 又操之过急 以后对待孩子 尤其是女孩 还得多点耐心 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都不要对我隐瞒 茉莉的想法还有态度 我希望能够和你一起 慢慢地让茉莉接受我跟小语 你也不想 我 我也是这么想她 但现在 问题是怎么能让茉莉先消了这口气 你是不知道 江天莱现在不让我接女儿 我连给茉莉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那更谈不上让她接受才不得 这个您应该理解她 我是做妈妈的 我清楚 哪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丢了 都会疯的 就算是她发再大的脾气 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 对 对 脾气可以发 该吵吵 该闹闹都行 但你不能动手啊 是不是 你都 你瓜 怎么了 她动手了 没事 路上 要不然我去找她谈一谈 你找她 就你这样 连我她都敢 不是 你不是真要找她吧 你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我什么事 主要是昨天的事情 我怕你有什么误会 所以想坐下来跟你聊一聊 没什么误会 王林妈妈 我知道你很生气 所以 有一些话 我还是希望能听我说几句 昨天的事情呢 确实是我和展鹏的错 我向你道歉 是我们做大人的疏忽了 你们疏忽了 上次受伤 这次出走 你认为下次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 我怨不着 刘展鹏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顾及他女儿的感受 真正的 莫莫莉妈妈 我觉得在这方面 你对展鹏有很深的误会 据我观察 他真的很疼莫莉 你观察了多久啊 你很了解他吗 我自己的女儿 享受过多少父爱 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 不管怎么说 我都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也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打扰你的生活 包括茉莉 我也没有天真的认为 我和展鹏在一起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问题一定会有 但是我会很努力地去解决 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和展鹏在一起 茉莉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我一定不会这么着急地 让茉莉去接受我 我会试着慢慢地去接近她 了解她 然后再让她了解我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觉得有用 我们先不说刘展鹏 就说我跟你 其实你不觉得吗 我们真的很相似 在所有的社会身份之前 首先我们都是妈妈 而且不太幸运的是 我们都是单亲妈妈 我想你跟我一样 都应该很清楚 我们作为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过 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 所以我真心地希望 你能够换位思考 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理解一下我 我 其实我跟展鹏在一起 我认为我认为我 想要组成一个家庭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 更多的是为了孩子 是为了你的孩子 你想给你的孩子找个爸爸 跟莫莉没关系 其实我们也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多了 我知道刘展鹏 跟你儿子相处得很好 但是我不希望 他因为疼爱你的儿子 伤害我的女儿 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如果你告诉我 你和刘展鹏之间 还有可能在一起 有可能复婚的话 我会立刻选择退出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 比给莫莉一个完整的家庭 更重要 但是如果你们之间 已经不可能了 我希望你能够 真心地祝福我们 我会把莫莉视如己出 这是你今天来的目的 想知道我跟刘展鹏 会不会复婚 他没告诉过你 我们为什么离婚呢 说过一些 好 既然已经分开了 我就不想再评价他 可能在你心里 他是一个特别 会关心别人的人 他会送你儿子上学 会带你儿子打球 但是在我跟他离婚之前的 这么多年 莫莉从来就没有享受过 爸爸送他上学的滋味 她的爸爸也从来就没有去学校 给他参加过一次家长会 莫莉求过她爸爸很多次 想学打网球 可只有上一次陪你儿子那一次 是刘展鹏第一次带莫莉打网球 虽然莫莉受伤了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和你的儿子 让刘展鹏越来越懂得 怎么去做一个爸爸 你放心 我和刘展鹏不可能再附和 我也很谢谢你 愿意为莫莉尝试亲近尝试了解 用不着 你们俩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莫莉有我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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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冷静 我跟刘展鹏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将来娶谁 想跟谁在一起生活 甚至在生一个孩子 我都祝福你了 但是我绝对不容忍 任何人的出现 伤害莫莉 说吧 不论杜敏秋说些什么呢 不说什么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以为我谁啊 敏秋 没出什么事了 你觉得能够出什么事啊 我就担心嘛 所以想亲口问一下 担心吧 没什么事 那那个 姜天岚都 都跟你说些什么了 没什么 你不说我都知道 她能说我什么好 肯定说是 自从我们俩结了婚 有了莫莉 从来没带莫莉 去过一次幼儿园 从来没送莫莉 去过一次学校 不管莫莉求过我多少次 我都以各种原因 推托 没带她去打过一次网球 而且她肯定还说了 她还说了 她还说了 坦率地说 你以前对莫莉是很忽视 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对 这我承认 我承认 爱不是放在心里 自己知道就行的 爱是需要做的 需要你用实际行动去关心她 爱护她 你以前对莫莉照顾不够 姜天岚有很大的委屈 作为女人我非常理解 但是我不会因此就觉得 你是一个不好的男人 因为在我跟你相处的 这段时间里 我看到了你对莫莉的爱 看到了你对小语的爱 我知道你正在慢慢地学习 如何扮演父亲的角色 是吧 我在表达感情方面 我属于慢热 我不太善于表达呢 你和姜天岚离婚 离婚的现实 让她把对你过去所有的不满 都在放大 我知道 无论她说还是不说 她都忽略了很多 你们离婚的其他原因 所以你放心 我不会觉得你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也不会因此觉得 你跟我咱俩在一起不合适 从情感上 我非常理解天岚 但是在理直上 我不认同她 我觉得这样人为的各段 你和莫莉之间的关系 只要不好 不定孩子的成长 会有影响 就你能这么想我这么想 我就 我就踏实了 你放心 为了莫莉 为了你 也为了小雨 我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 你怎么做 马上吃饭了 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有点事 有什么事啊 说 我约人吃饭了 晚点回来啊 约的什么人呢 我认识吗 你说你现在怎么还插上岗了呢 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 退了休了 连点自由都没了 我不是关心你吗 谢谢 拜拜 搞得神神秘秘的 我懒得理你 谁呀 怎么是你啊 有事啊 我来接你 一起去活动中心 你看今天我 我这儿正有事忙着呢 那个我要出去买菜 今儿我都不去了 不去了 你昨天也说你去买菜 你们家就你和展鹏 两个人吃饭 怎么吃这么多菜 管那么多闲事管着吗 我愿意吃什么吃什么 看看我还干吗去吧啊 我这是忙着呢 走 你还是去吧 你又不去 那我没舞伴了 那你自个儿跳 我 要不跟张老太跳 张老太哪儿行啊 还是咱俩跳的默契 你说咱 行了 你行了 别磨叽了 我跟你说 你再磨叽我就换舞伴了 要不以后你就天天跟张老太跳 我 走吧 我 烦不烦啊 不是让你走了吗 让你走了 听见 你烦不 听见